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省委副书记省长韩俊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 围绕学习贯彻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进行研讨交流 省委副书记省长韩俊主持召开会议 专题传达学习省委11届十次全体会议精神 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分别召开党组扩大会议 传达学习贯彻省委11届十次全体会议精神 2021吉林文化旅游周启动 吉林省实现连续41年无重大森林火灾 我省出台支持高校院所专利转化十条政策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今天省委书记景俊海主持召开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 围绕学习贯彻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进行研讨交流 景俊海强调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按照省委11届十次全会部署要求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上来 持续激发以史为鉴 开创未来 埋头苦干 勇意前行的奋进力量 加快推动吉林振兴 率先实现新突破 省委副书记省长韩骏 省政协主席江泽林出席会议 景俊海指出 学习好贯彻好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 必须深刻领会准确把握两个确立 这一历史和时代的选择 十个明确 这一理论创新重大成果 四个伟大飞跃 这一辉煌历史成就 五大历史意义 这一伟大历史贡献 十个坚持 这一宝贵历史经验 进一步统一思想 凝聚共识 坚定信心 增强斗志 切实兼负起 新担当 新突破 新作为 重大职责使命 加快推动新时代 吉林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 景俊海强调 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 要把学习贯彻中央全会精神 作为重要政治任务 真正以吉林振兴发展的具体成果 检验学习成效 一要坚决拥护两个确立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牢牢把握对党忠诚这个灵魂 党的领导这个根本 坚定不移忠诚核心 拥戴核心 维护核心 捍卫核心 始终在思想上 政治上 行动上 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 二要持续加强理论武装 学身悟透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在真学真信真行上下功夫 努力做创新理论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 三要完整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统筹抓好 扩大规模总量 优化调整结构 深化改革创新 防范化解风险等工作 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 四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 聚焦生活富裕富足 精神自信自强 服务普惠普及 环境一居一夜 社会公平公正 着力解决群众最关心 最直接最现实的重点难点问题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武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 持续强化党的政治建设 进一步夯实基层基础 扎实推进政风反腐 着力打造过硬队伍 营造良好政治生态 各级领导干部 要发挥关键少数作用 带头抓学习 抓研讨 抓宣讲 以五化工作法推动落实 确保中央全会精神 在吉林落地生根 开花结果 会上 部分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 紧密联系各自工作实际 进行了深刻理论思考 提出了具体落实举措 达到了交流思想 共同提高 推动工作的目的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 参加会议 省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练习会议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韩俊 主持召开会议 专题传达学习 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体会议精神 研究部署贯彻落实举措 会议强调 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 是在全省上下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推动新时代吉林振兴率先实现新突破的关键时期 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 全会对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全面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做出部署 省委书记景俊海代表省委常委会 向全会做的报告贯彻中央精神 契合吉林实际回应人民关切 是一篇高举旗帜 凝聚人心 提气鼓劲的好报告 全会审议通过 中共吉林省委 关于坚决拥护两个确立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全面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决定 充分体现了 省委坚决拥护两个确立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 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全省政府系统 要把学习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和省委全会精神 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 把坚决拥护两个确立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 加强战略谋划 强化创新举措 推动全会精神 进一步落地落实 力争取得更多的突破性进展 标志性成果 为加快吉林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 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障 会议强调 要坚定不移 拥护两个确立 持之以恒 加强政治建设 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和常态化学习机制 学懂弄通 坐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深刻理解两个确立的极端重要性 坚决做两个确立的忠诚拥护者 始终忠诚核心 维护核心 紧跟核心 捍卫核心 自觉扛起 新担当 新突破 新作为 重大职责使命 坚决贯彻落实 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 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 做到中央有部署 总书记有要求 吉林建行动 会议指出 要振奋精神 鼓足干劲 宁心俱力谋发展 奋力走出一条 质量更高 效益更好 结构更优 优势充分释放的发展新路 要聚焦俱力 强化重大项目支撑 完善推进机制和管理办法 推进一汽奥迪新能源汽车 极化转型升级 路上风光三峡等重大项目建设 围绕汽车 现代农业 冰雪经济 生物医药 新能源 新材料等产业 接续谋划一批大项目 列入清单 加快实施 要强化产业引领 发挥链掌制作用 不断研链 撞链 强链 补链 打造三个万亿级产业 和若干千亿级产业集群 加快形成 多点支撑 多业并举 多元发展的产业发展新格局 要强化市场主体培育 全力解决市场开拓 要素保障等难题 引进更多头部企业 支持各类企业 做大做强 做精做优 促进市场主体多生成 快成长 早做强 要强化营商环境保障 深化放管服等改革 推动吉林营商环境 进入并保持在全国第一方阵 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会议强调 要自觉践行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始终把事关群众 安居乐业 安危冷暖的大事 要事难事 放在心上 全面做好今年 50项民生时事收尾工作 加强明年民生时事谋划 一件事接着一件事抓 一年接着一年抓 切实解决群众的 极难筹判问题 要推进重点群体就业 解决好农民工工资 按期足额支付问题 做好煤电热保工 民生商品稳价保工各项工作 保证群众温暖过冬 要坚守疫情防控 安全生产 食品药品安全等底线 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要全力冲刺 完成今年发展目标任务 科学谋划好明年工作开局 吴敬平 刘金波 安立佳 蔡东 韩府春 阿东 安桂武 参加会议 今天 省政协党组书记 主席江泽林 主持召开 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 中共中央政治局 11月18号会议 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 第22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和全国政协13届常委会 第19次会议精神 传达落实省委11届十次全会 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 研究省政协2022年度协商计划 江泽林强调 要按照党中央重大决策 和全国政协及省委部署要求 坚决做两个确立的忠实拥护者 两个维护的坚定践行者 加强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 要切实肩负起 新担当 新突破 新作为的重大职责使命 围绕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 积极履职尽责 发挥好重要阵地 重要平台 重要渠道作用 聚焦实现两确保一率先目标 聚焦事关改革发展和民生的重大问题 制定协商计划 不断提升协商工作制度化 规范化 程序化水平 李龙熙 李景浩 赵小军 曹宇光 蓝红良 李维斗 郭乃硕 郭树峰出席会议 按照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 根据党史学习教育安排部署 今天省政协党组书记 主席江泽林 主持召开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 集体扩大学习会 围绕学习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 和贯彻省委十一届十四全会精神 开展学习体会交流 江泽林强调 要立足政协职能职责 进一步担负起 推动发展实现全过程 人民民主的使命任务 要加强政协系统党的建设 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 全面推进政协党的各项建设 以党的建设为引领 推进政协机关建设 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关心发展 关注民生 找准建研资政的切入点 提高屡职建研水平 在全面实施一组六双 高质量发展战略 分离实现两确保一率先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新极林的实践中 贡献政协力量 李龙熙 李景浩 赵小军 曹宇光 蓝洪良 李维斗 郭乃硕 郭树峰出席会议 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召开 党组扩大会议 传达学习贯彻 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精神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主任金振吉指出 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 专题研究党的政治建设 并审议通过中共极林省委 关于坚决拥护两个确立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全面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决定 体现了省委高度的政治自觉 表明了鲜明的政治态度 也体现了强烈的政治担当 要深化思想认识 提高政治站位 将学习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精神 同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结合起来 以实际行动 忠诚拥护两个确立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以五化工作法 常态化抓好人大机关党的 政治建设各项任务落实 全面谋划好明年工作 确保各项工作安排 充分体现全会精神 贯彻省委意图 确保明年工作开好局 起好步 王少剑 张焕秋 贺东平 彭永林 庞庆波 贾晓东出席会议 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 审议通过了中共吉林省委 关于坚决拥护两个确立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全面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决定 为吉林振兴发展各项事业 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全省干部群众表示 要坚决拥护两个确立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紧扣两确保一率先目标 全面实施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 全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把全会精神落到实处 为十四五吉林振兴率先实现新突破 贡献新力量 用实际行动来落实好两个确立 然后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然后还是要专注于把本职工作做好 在十四五期间 要打造我们的三个万亿级的产业集群 还有几个千亿级的产业集群 努力形成了多点支撑 多业并举 多元发展的产业发展新格局 认真贯彻落实 省委一主六双的发展战略 在长城市六层联动中 我们要大力发展低碳产业 绿色产业 尤其是在制清装备 新能源 新的这个农业 我们的大健康 这些板块要发力 争取在十四五时期 做出我们新的贡献 全会指出 一年来 我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积极推动区域协调联动发展 吉林高质量发展成绩单 可圈可点 大家表示 要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吉林 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不断体现新担当 实现新突破 展现新作为 奋力开创 吉林振兴发展新局面 到现在为止 那么我们下游企业 已经发展到三百多家了 而且这个数字还在快速增长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 科技创新的推动 通过我们这种数据的质量 的快速提升 通过数据数量的快速积累 那么实现我们这个 产业链的这种快速增长 深入实施 长粮于地 长粮于地的战略 推进工作制度的变革 探索离数模式的升级版 为全省乃至全国黑土地保护 提供视频方案 29号由省委宣传部主办的 2021吉林文化旅游周活动 在长春启动 吉林文化旅游周活动 是我省推动对外文化交流的重点品牌项目 已在12个国家成功举办 今年的活动围绕感受百年历程 体验幸福吉林主题 深度融入冬奥元素 冰雪元素 运用走出去请进来的形式 将开展实地考察 体验互动 交流分享 展览展示等线上线下活动 通过全面展现吉林雄浑壮美的自然风光 底蕴丰厚的历史文化 绚丽多彩的人文风情 和日新月异的城乡风貌 吸引更多人认知吉林 了解吉林 爱上吉林 传播吉林 截至11月30号 吉林省秋季森林防火期结束 我省圆满完成2021年 森林草原防火各项工作任务 实现连续41年 无重大森林火灾 面对今年森林草原 高火险时段较为集中 火险等级居高不下的严峻形势 全省应急林草等相关部门联动 组织开展 输配电设施火灾隐患治理 野外火源治理 和查处违规用火行为 清明节进火 五一节及春坑禁烧 十一及高火险及禁烧等专项行动 进一步压实七掌负责制 和三元网格化管理 形成闭环式择人链条 今年以来 全省共出动2811个检查组 开展督导检查 全省583个瞭望台工作人员 全部上岗之勤 574只专业半专业扑火队伍 在火险一线坚守岗位 省森林消防总队实施靠前住房 保证一线兵力在85%以上 省航空护林中心 四架直升飞机 累计飞行120机架次 共计212小时 充分发挥航空护林 打早打小打了的作用 与去年同期相比 火灾次数过火面积 受害面积 分别下降42.1% 23.7%和48.2% 休房继续实现零火灾目标 全年无重大森林草原火灾 和扑火人员伤亡事故 12月1号 吉林省级长春市高校院所 开放许可专利对接会 在长春举行 会上发布了高校院所 首批开放许可专利 和支持专利转化 实施十条政策 此次发布的十条政策 重点对高校院所输出专利 企业有效转化实施专利 高价值专利培育 企业融资等进行讲补 旨在破解高校院所 大量沉税专利 期待释放中小企业 创新活力不足的难题 对接会上 公布首批开放许可专利723件 其中发明专利604件 实用新型专利119件 专利来自省内16家高校院所 主要集中在高端装备制造 生物新材料等 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 我们对于前沿的专利技术 就有一个比较迫切的需求 接下来我们也会继续的深挖 然后尽快的将高校院所 一些好的前沿的专利技术 尽快的转化为产品 这次的这个活动 确实是把学校和企业之间的 这个关键的读点给找到了 接下来就是高校和企业 通过专利的开放 进一步的密切的合作 堆积会前 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 以知识产权 示范高校院所为重点 广泛动员征集开放许可专利 运用大数据分析 为开放许可专利 精准匹配企业 通过企业综合信息服务平台 已将723件匹配专利信息 定向推送给961户企业 下一步呢 我们会进一步呢 深化与企业的对接 帮助这些专利 与企业真正的实现合作 创造经济价值 吉林省宪法宣传周活动 11月30号启动 活动由省委宣传部 省司法厅 联合15个省职机关部门 共同举办 以主场活动加主题日方式 广泛开展宪法 进农村 进社区 进校园 进机关 进企业 进军营 进网络等7个主题日活动 活动为期一周 内容包括开展宪法宣传 扫黑除恶宣传 仿真毒品展示 禁毒宣传片展映等活动 并开展免费咨询 为群众解答生产生活中 遇到的法律问题 目的是大力弘扬宪法精神 维护宪法权威 推动宪法全面实施 省农业农村厅在东风县 启动了宪法进农村主题活动 活动现场设立了 法律咨询服务台 为群众解读宪法和涉农法律法规 并现场发放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 土地承包法等法律法规读本 鼓励农民朋友在遇到纠纷时 用法律来保护自身合法权益 由长春大学旅游学院 与中国旅游集团 共同组织的 冬奥专项服务团队 11月30号出发 奔赴河北 参与北京2022年冬奥会 和冬残奥会服务工作 专项服务团队共122人 来自长春大学旅游学院旅游管理 会展经济与管理 酒店管理等专业 将于2022年1月23日至3月16日期间 在冬奥村和张家口比赛场馆 为来自世界各地参加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运动员 教练员以及随行官员进行餐饮接待服务 和团队住宿服务 中国大学生来参与这样的盛会 我们应该给全世界展现 我们中国青年的样貌 相信我们这支专项服务团队 一定会为冬奥会提供更高层次 更高水平 更高质量的专业服务 助力冬奥贡献力量 日前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公布 中国广播电视大奖2019至2020年度 广播电视节目奖评选结果 在95件作品中 我台吉林新闻联播和我脱贫了系列报道 分获电视节目栏目类和消息类奖项 我台参与制作的今日龙抬头或专题类奖项 中国广播电视大奖每两年评选一次 本届电视栏目奖只评出五件 其中央视两件 地方栏目三件 可见评奖难度之大 获奖含金量之高 吉林新闻联播作为我台成立最早的新闻栏目 经过数十年不断耕耘和创新 已经成为全省传达政令 反映舆情的权威新闻平台 近年来 吉林新闻联播以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题主线 突出思想引领打造天天有核心 条条见精神的头条工程 多次获得中宣部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和省主要领导批示表扬 我脱贫了系列报道 是我台推进大型主题宣传融合创新的一次积极尝试 通过自拍加记录的呈现方式 以及短视频方式表现重大主题 大评小评良好互动 实现了新闻理念融合思维传播方式的创新突破 节目在新媒体矩阵累计播放量1610万家 单期最高播放量390万 内容以脱贫百姓作为第一视角 自拍自述脱贫后的喜悦心情 今日龙抬头是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倡导创作 我台联合其他省级电视台共同拍摄的系列纪录片 选取2020年农历2月初二龙抬头这一天 记录了发生在全国各地的多个战役故事 诠释了疫情无情人间有爱的温暖主题 今天是第34个世界艾滋病日 围绕生命至上终结艾滋健康平等这一主题 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宣传有关预防知识 由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吉林省教育厅 共青团吉林大学委员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的 预防艾滋病主题宣传活动 今天在吉林大学举办 活动中吉大学子通过独唱 舞蹈 合唱等方式 宣传艾滋病预防知识 主要还是想传递一下预防艾滋病的重要性 来让大家更加了解艾滋病的危害 让大家了解如何预防艾滋病 通话市开展了艾滋病防治常识境社区主题活动 为群众讲解艾滋病的预防常识 发病激励 传播途径等内容 疗员 严吉 双疗等地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 通过讲座等形式 向广大群众宣传艾滋病防治知识 近年来 全省艾滋病疫情 始终控制在全国低流行水平 艾滋病检测和治疗策略持续完善 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病死率明显下降 社会歧视进一步减轻 继续开展定点医疗机构 一站式的治疗服务 提高我省艾滋病抗病毒治疗的覆盖率 通过抗病毒治疗 可以降低感染者体内的病毒载量 有效地降低感染者的传播风险 下面来看我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情况通报 11月30号0至24时 全省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11月30号0至24时 全省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欢迎关注吉林新闻联播的微博微信和即时通客户段 感谢收看再见 再见 再见